天后李文生前控诉内地歌唱选手真人 诉中国好声音不公的录音档及片段不断流出后 好声音就被越揭越多黑幕 就连租几年陈力迅在电视台带爆好声音内幕的片段都被翻出 近日再有一段Coco的哭诉录音档流出了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当中不单提到为节目而弄坏身体 在台上跌到公然被人侮辱 更加提到被导演助理等人赶走等事情 我是在好声音最后那一天10月14日忍痛 而且我的左腿什么感受我告诉你 是那种hypothermia就是在Below 40的那种冰雪 冷到觉得是麻的不是觉得就是麻的 我的腿不摔好受伤我们也把这个x光 也给了导演主义给了导演 他们都说答应没问题真正的录影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们把折鹏Q走了走到另外一边不站在我的旁边 我站不穩我没有办法撑我穿着七寸高的鞋子 为了漂亮为了这个节目好看我真的不行 你们那一天只是回顾了电视台有人想到我的感受吗 28年做一个歌手站在台上被人侮辱 这个叫侮辱被欺负有人在乎这个感受吗 及后好声音节目组发出声明 只有人乐意剪辑录音是对细者的不尊重 亦是有损节目的形象 但一众网友就指声明没有节目的公印章怀疑造假 以日前网上就流出了节目历界导师的酬劳价目表 当中迎南謝霆锋以一季节目 受3200万人民币排名最高 台湾天皇周杰伦收2800万人民币排第二 王力宏收2500万人民币排第三 而李文、乃英、陈奕迅、刘宽就收2000万人民币 台湾歌手余程庆就是历界导师中最低 只有500万人民币 价目表一出立即成为业劃 有不少网友就指内地政府曾经发出限申令 所有价目表未必是真 亦有网友表示以謝霆锋在歌坛的影响力 价目应该不会高过周杰伦的 其实价目表是真是假 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一个这么大型的众艺节目 为何可以这样对一位天后 还可以无事之余 兼拒绝道歉呢